哈囉大家好 這次小編媽媽要介紹的是吊號也大小調有關西 首先我們需要記一下 發抖收蕊拉米吸這七個音 當是聲記號的時候是按照往右的順序 而降記號的時候是往左的順序 變成吸米拉蕊收抖發 這些順序是固定的 不可能出現兜吸或抖發收 那麼該怎麼去判斷大小調呢 舉例來說當我們只有一個聲的時候 我們將聲發往上一個半音是so 也就是我們的主音 我們也就得指使g大調 當我們有六個聲的時候 第六個聲是me 聲me等於發音 所以發再往上一個半音就是聲發 我們就可以知道是聲f大調 降的部分就不一樣了 我們需要先記住一個降的時候是f大調 剩下的我們只需要看前一個降是什麼音 那麼就可以知道我們的主音 舉例來說今天有兩個降 它的前一個降是降c 那麼它的主音就是降c 也就是降b大調 當今天有五個降的時候 第四個是降re 所以我們的主音就是降re 也就是降d大調 當然沒有任何升降記號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c大調 另外如果透過大調去找小調的話 就是大調的主音往下屬小三度 便是我們小調的主音 舉例來說 c大調的主音是do 往下屬小三度是la 就可以知道我們的主音是la 也就可以知道是a小調 e大調的主音是me 往下屬小三度就是升do 就可以知道我們的主音是升do 也就可以知道是升c小調 如果是小調找大調 那就是往上屬小三度 那麼這次小喵喵報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對大小喵的判斷更加了解 下次小喵喵報再見了 掰掰 掰掰